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好饿的毛毛虫 作者艾瑞卡尔 献给我的妹妹克里斯塔 月光下 一颗小小的蛋 躺在叶子上 你看 这是一颗白色的蛋 星期天早上 暖和的太阳升起来了 噗 一声 一条又小又饿的毛毛虫 从蛋里爬了出来 你好毛毛虫 它要找一些东西来吃 因为它的肚子很饿 因为它的肚子很饿 毛毛虫爬呀爬 找到了一个苹果 星期一 星期一 它吃了一个苹果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二 它吃了两个梨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三 它吃了三个梨 它吃了三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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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了五个梨子 它吃了五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六 星期六 它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一块奶酱 一个冰淇淋甜筒 一条烟黄瓜 一条烟黄瓜 一块奶酪 一节火腿 一根棒棒糖 一块樱桃派 一条香肠 一个纸杯蛋糕 和一片西瓜 那天晚上 毛毛虫的肚子好痛 哎呀 你看毛毛虫 第二天 又是星期天了 毛毛虫 吃了一片又嫩又绿的叶子 舒服多了 现在毛毛虫不觉得肚子饿了 它不再是一条小毛毛虫了 它是一条 它是一条又肥又大的毛毛虫 它造了一间小房子 它造了一间小房子 叫做简 把自己包在里面 它在里头住了两个多星期 然后把简 然后把简咬破一个洞 钻了出来 啊 毛毛虫变成了一只 漂亮的蝴蝶 好漂亮的蝴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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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蝴蝶 好饿的毛毛虫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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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